養到一隻臉有人的貓咪,真是一種甜蜜的煩惱哦 西安一名女大生養了一隻叫巴頓的一歲慢吃看貓 她一顆也不想跟主人分開 主人要去學校上課,她就小叫抱腿,非要跟著一起去 主人實在捨不得拒絕她,只能把她帶到教室,她的保險卻要非常好 上課之間,主人將巴頓安置在客座出廳裡 巴頓好吃的動漲失望,但沒有亂跑更沒有亂叫 主人說她一直抱著我的腿想要跟我待在一起 但我上課話要遲到了,因為實在捨不得讓她失望,我就把她帶到了教室 巴頓似乎知道上課不能搗亂,所以全程表現得很乖巧 只要主人在她身邊,她就心滿意住了 老師和其他同學都不知道當時教室裡有一隻貓咪,因為她實在太安靜了 寶刀乖巧,帶在客座抽屜裡的影片招寶了香,流傳開來 很快就引起網友們的關注 大家紛紛留言說,快看她好奇的大眼睛,她也認真的在聽講耶 上課時有這樣一隻可愛的毛孩陪伴 到底是能聽得更認真,還是無心聽講,是想跟她玩呢? 紛紛的圈 Joel 紛紛的圈子 根本是從我們到一旁 Sold我們到20年 大間的圈子 我們要再打開 紛紛的圈子